约伯传第五章 约伯传第五章 任你呼求,看有谁答应你,诸圣者中,看你转向哪一位? 的确,忧愤杀死愚人,怒火使痴者丧生。 我知道,愚人一根深蒂固,他的居所即被助纠。 他的子女,无人支援,在城门前被踐踏,无人救护。 他们收获的饥饿者来吃,且将圣余的抢去储存,他们的财富,为口喝者喝尽。 因为灾祸不是由土中而来,幽患不是生至地中。 而是人自尋苦恼,如初应自会非常。 如果是我,我必投奔天主,向天主陈述我的案情。 他所作的大事,高深莫测,他所行的其事,不可声数。 他使雨落在地上,引水滋润交田。 使卑微的人高升,使受苦的人获得救助。 粉碎狡猾人的计谋,使他们的作为一无所成。 以智者的计谋捕智者,使奸惑人的策划即时成空。 他们白日遇到黑暗,正五摸索如在夜间。 他踏够被剥削者脱离人口,玩够穷人摆脱强暴的手。 如此,贫苦的人获得希望,邪恶将闭口无言。 的确,天主所情戒的人是有福的全能者的分戒,你不可忽视。 因为他打伤了,而又包扎伤口,他击碎了,而又亲手治疗。 你六次遭难,他每次拯救,到第七次,灾难不会临于你。 激紧中,他必救你不死,战争中,必使你得勉刀劍。 纯昌是剑,你必能躲藏,大难来临,你不必将黄。 对大难和饥荒,你可自知一笑,对地上的野兽,也不用惊黄。 你将与田野的环石立约,旷野的猛兽必与你和好。 你将见到你的帐幕平安无恙,拆看阳难时,一无所失。 你将确知子孙繁昌,你的苗蕊犹如田野清草。 你必高年才藏于墓,好象默菌准时收藏。 看这,是我们所观察的真理,你若细听,自会获益良多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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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赞.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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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